这气的 哎呦喂 这这这 怎么了你 你要哭是吗 没有 那你怎么了 我就是想今天跟他和好 哦 那面不抽动 你要哭就哭会儿吧 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 哎呀 你怎么就把人家给弄成这样了 你看23岁 把一个28岁男人弄成这样 你算有本事啊 我没有 你看他 呀呀呀 这个打小就认识 哎对 我们从小就认识 因为我们父母都是好朋友 哦那这算 嗯算半个青梅族妈妈 为啥算半个青梅族妈妈 因为我们只耍了两年 因为先前我都是在外地读书 然后成长队 而是前两年我才回来的 耍了两年就谈了两年 谈了两年 谈了两年 这男人怎么样啊 你评价一下 嗯 我觉得他欺骗我很多东西 我欺骗呢 啊 他欺骗你些什么呀 就因为 因为是从小认识的 所以我非常信任他嘛 但是他经常他手机铃声 他都开着静音 我先前我也觉得这能理解 但是后来我才发现 他是因为就是可能是躲我 有人跟他发短信那些 他就躲着我 有一次就是有人跟他发 问他在干什么 然后他就跟别人聊起来了 然后别人问他有没有女朋友什么的 他直接跟人家说没有 我我就纳闷了 我说有女朋友 你就跟人直接说嘛 我又不是见不得人 不是这样的 因为之前不是很久以前 这个微信嘛 你知道 以前我 我不知道 第一次玩微信的时候 都是 可能现在光都知道 会在附近加很多人 然后我就加了很多人 就跟他们聊嘛 我的微信上总共有400多个人 哇你真厉害 对 然后直到最后 现在我做生意了 不是做了个装修嘛 然后我就想利用这个微信这个平台嘛 然后就打广告 打了很多广告 然后之前不认识的人 我都跟他们互动 包括他们聊什么 包括他们聊什么 说说 我都会去评论嘛 然后一来二来就熟悉了 然后有一次 那个客户 也是我潜在的客户 因为他自己有一个铺面嘛 铺面大概有130多个平方 我想做成 就是我就主动跟他聊天 明白 我现在不是经常发我自己的自拍照嘛 然后看到我 也批过一下 还算可以怎么样 然后他就问我 现在怎么样了 你还挺帅的嘛 你恋爱的没有 我没有 我真的很顺口的意思 想说我没有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 你怎么就说没有 你明明有 你怎么会顺口到没有呢 因为之前我没恋爱的时候 别人都这样问我 没有 因为我根本就不关他们的事 因为我根本就不 那为什么别人会说想你呢 人家大晚上说想你什么意思 他发想我的时候 当时我很差异 我问你是不是发错了 他说 好像是 还在欺骗我的 还不止这一个呢 说其他的 我们两个是谈了两年多了嘛 然后也打算结婚买个房子 但是我这个事情跟他说了很多次 他一直都不同意 然后有一次我就发现他回来 就是钱包里面有一张物业单 当时那个物业名字就是他的名字 我就纳闷了 我说他有一套房子还不跟我讲 那房子是我父母买的 又不是我买的 是你父母买的又怎么样 是你跟你前女友的吧 说呗 那套房子就是我求了他很多天 然后让他去带我去那套房子看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做成婚房 但是我过去我就傻眼了 我就看到房子里面有一个结婚照 那个女主任根本就不是我 那个之前我不认识他的时候 我谈过一个女朋友 但是谈了三年是我自己认识的 当时父母是不同意 但是最后因为时间长了 他还是同意了 我们准备过 当时那个女的因为模式原因 他离开了嘛 离开了之后他不是本地的人 我爸妈不喜欢外地的 不是因为什么原因 是因为你玩微信吗 当初有这个原因 他比他更小气 但是我也跟他解释过 真的没有 因为我做生意 我真的需要平台 我真的需要去聊 去主动跟客户聊天 不管他是不是 我都要去聊 不解释了 就是房间里的照片 为什么不处理 这女生问的也对啊 你想走了吗 又谈了 好歹三四年过去 那照片怎么不处理呢 当时我一直跟我父母 因为我父母当时三层楼 我一直住到二楼 然后那边我就没过去住 当时生日子 我直接把我东西搬回来了 他当时不是 我那个房子是按揭的吗 然后他也出了一部分钱 他说那个房子 他说现在我 因为是外地的 我不想在外面住房子住 也许我哪天我想回来 我在这儿暂时住一下 你把我按机还清楚了 那该多少 我们大家平摊 你还想着他吧 你现在还想着他回来住 我没有想着他回来住 那里面的东西 一部分都是他 包括电视也是他买的 那你敢还那别人呀 他说他把那边工作 找好了之后 他自己回来收拾 他自己把他 他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真的太多了 所以我们画章品啊 来各种各样东西 我没说因为我自己有房子 我都忘记了他房子 那房子面积不大 只有九十多个平方 主持人他全都在说谎 我没有说谎 他那个房间里面 我看到还有一个照片 就是他和他前女友 过生日什么的 还坐海盗船什么的 这个事情我也让他 让他陪我做 因为我年龄在那儿 我也喜欢 可是他陪我去 那个门口的时候 还怎么都不进去 他人都死 他都不陪我做 我现在我才知道原因 啥原因 我还没反应过来呢 他陪他前女友做 他讲的 他前女友 所以他不陪你做是吧 之前不是那个海盗船 是我第一次坐海盗船 真的是第一次坐 以前我坐电梯的时候 稍微快一点 我都会心里面 这是个人的那个心理因素 包括现场观众 应该知道 有些人他不敢做 那你为什么陪他做呢 因为他是骗我去做的 你以为你还三岁是吧 他说海盗船 他让我坐中间 他说坐中间不害怕 他说你试一下 我真的不害怕 我说那好 我试一下 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有做过 我再也没有做过 真的随便随便 让我去坐那边坐 我真的很害怕 这个男人和女人的思维 差异 马上就出来了 他就说我真的害怕 你能为他解除害怕 为我为什么 但是我真的为他去了 我真的去了 当天我告诉他 我说让我准备一下 我真的很怕做这个东西 因为我心里面 我心脏受不了 因为很势重的感觉 他就生气 那我怕他事情 我说好行 我陪你去做 姑娘 他那个女的 我先前我还不知道 我后来我就仔细的看他那些 就是那个房间里面的照片 我才发现那个女的特别熟悉 我想起来是他一年前 带我去参加过他前女友的婚礼 他当时没跟我讲 那又怎么样 那个我已经跟他分手那么久了 那你也要征求我的婚礼 别人去打电话 包括他朋友也打电话叫我去 然后他就说 哎你来嘛 没事 大家都释怀了 别人都这样说了 那我说不 我怕你前女友的怎么样 等于你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参加了他前女友的婚礼 对 我现在想起来 我就觉得他朋友都在笑话我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不知道 都那么久了大哥 真的 而且是别人打电话 别人都说哎 现在都告诉我 我说当时我都不需要的 都这么久 他说你看 我之前谈的那个男人都来了 就这样笑着给我说了 你为什么不敢来 所以其实有一个问题 他说你怕那个你以前吗 我说不是 我说我来 我到时候我来 你去干嘛 祝他幸福 不是去祝福 那去吧 就是一个为了一个面子问题吗 别人叫我去 好行 他说的没错 就是为了一个面子问题 你结婚了 不是去祝福的 真的不是去祝福的 那我的面子呢 你搞笑是吧 你的面子有了我的呢 今天是谁想来的呢 特好奇 是我想来的 我想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 挺严重的 听我看起来 我觉得真的很 很普通的事情 什么才算严重 那你眼里 那我跟他 都已经分手了 我去参加 就打理了参加婚礼这件事 我如果真的对他有什么 我能带你去吗 你们当初都打算结婚了 那是当初吗 现在确实是我朋友 我确实是如此说的 是我朋友 你觉得谈了两年多的恋爱 你现在 你现在还能跟他做朋友吗 能啊 确实能 哎呀 你早这么坦诚多好啊 你看同样一件事 这个时间顺序其实挺关键的 能不能被原谅 又是怎么看待的 交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皮特问卷 就是我觉得可能 我是现在坐在场上 做生意的人 我想跟你说一下做生意 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说做生意 但是我想告诉你 生意不是那么做的 生意是你用诚实劳动 去换取合法收入 你现在这样 就是你跟异性说 呃 我没有女朋友 异性说我想你 你觉得OK 我跟你说 这个已经触犯了正常女性 对于社交的底线了 你不明白吗 生意就是诚实的 用你的服务 用你的产品 去换取合法收入 第二我想跟你说 不要说瞎话 去骗你孩子 你之前的这种 房子里面有其他女人的婚纱照 你带她去参加婚礼 这种事情 对女孩来说 这都不是说欺骗了 这是莫大的伤害 你带她去见证你前女友的婚礼 你把她置于一个她一定会不舒服的境地 然后去满足你作为一个男人的面子 你怎么是爱她呢 你爱你自己 你选择的是不诚实的方式 去让她被动的知道很多她不愿意知道的事 你这样不是爱她 所以孩子以后谈恋爱实话实说 不管姑娘原谅你不原谅你 你要选择在感情中尊重对方尊重自己 才能够拥有一个能够过得下去的感情 好 谢谢 谢谢张老师 黄红兄 我感觉小王蛮可怜的 大家看他的表情 他感觉现在是不是有种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感觉 是 是这样啊 真的是这样的 这里我们应该理性地去看小王 比如说他有前女友 他没告诉他 但是他告诉过他 你曾经谈过恋爱 这是一个事实吧 小倩 只不过没告诉你是那一个人 当然你以这样的一种方式 把他带到了前女友的婚礼现场 我不多评说 但我感觉 这个男孩子没想我们想得这么糟 首先一点 如果说他和前女友的那套婚房 他真的要隐瞒的话 你到今天肯定还不知道 如果说他真的不想让你看的话 撕破脸都不让你进去 因为他是知道里面那个前女友的结婚照是挂在里面的 所以他呢 其实现在呢是蛮疑惑的 因为太爱你了 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有很多的东西 我感觉从他的表情也好 他语无伦俗的表达也好 他是真心的在喜欢这一个女孩子的 而且我从他和前女友之间 如果是不懂他的套路不同不成熟 但是心还是好的 姑娘你应该看这个人是不是和和你成为男女朋友 或者以后走进婚姻殿堂 我建议你应该放下心里一点东西 而且这个放下是真正的放下 并不是放下他要放下你自己 真的 我们说女孩子吃点醋啊 肚脸小一点啊 那当然 但是这个男人这个表情从一开始到现在 我真实的认为他的表情是真的 那种照镜光合都洗不清 哎呀我今天今天今天怎么办的这种表情 我蛮可怜的 因为我是他父辈的年龄 他脸上无奈的表情确实是真的 但他不愿意承认一个事实 他不愿意承认一个什么事实呢 就是他没有那么爱你 他或许是喜欢你 但一定没有喜欢前女友那么喜欢 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 他逃避 海盗船我也相信他确实是恐高 但是喜欢一个人就可以去做 所以一个人愿意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似乎于是什么人让他去做 是什么东西驱使他去做 爱情的力量很奇妙 很多平生不愿意干的事情 不愿意吃的菜 不愿意嗅到的味道 因为爱情也就可以接受 但你还不足以让他有这样的改变 这就是他心里没有明白自己的地方 他确实爱了 但他一定没有爱的以前投入 而以前的那种投入感觉 现在还在自己的脑海当中 但是他自己又有点掩耳盗铃说 谁说我不爱你 我明明爱你 但只是我没有那么爱你 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你自己闷心自问 默默良性 他和你的前女友之间 不管是从付出上来说 从关爱的角度上来说 从尊重的角度上来说 你更爱谁 你为谁付出的更多 你自己默默良性 其实这没有关系 不是你的错 有过去不是你的错 但你不承认这样的差别 对他就是一种不公平 就这样 全且当一种分析 做所有的心理分析和心理描绘的时候 只代表一种可能 而不代表一定是对的 这是我想对姑娘说的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对他爱的感受是什么 这很重要 有几个问题 你仔细去想一想 你的愤怒是来源于嫉妒 还是来源于欺骗 这不一样 你也是一样的 都要老觉得自己那么委屈 有那么委屈吗 真的委屈 对吧 老师们说的有一部分 他不理解我 我是认定的 他不理解你 他为什么不理解你 你何曾理解过他 你何曾理解过他 你有理解过他吗 这就是我觉得今天你的最大问题 你永远在喊员 而你没有在认错 你要不道歉 我觉得你至少欠他一个道歉 如果你连道歉都没有的话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翻身就走 绝不回来 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听听他们自己的心声吧 来 黄金六十秒 其实 真的两年多来 我做了每一件事情 不管是之前的什么事情 我真的 真的是善意的谎言 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以前的事情 是因为你 因为以前是你跟你没有关系 别怕你生气或者是小心眼 包括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 真的我真的是无心的 真的 我而且我因为我真的是觉得很 也许是我性格的原因 我觉得参加什么前女婚 我觉得很无所谓的 我没有那么 但是我没有 没有站在你的角度了解你的问题 所以 我希望你以后能够 回吧 来 请关门 外人看来其实是一段挺荒唐的情感 你在这里面看到了很多荒唐 但是对他们来说 内心都会有一些创伤 因为经历嘛 越是这样的经历就会有一些伤害啊什么 所以 我还是希望 今天在这个现场 最好的方式是俩人都别出来 冷静下来 回到现实生活里 好好去聊一聊 但是 这一队 他们做怎么样的选择 女生会在这个现场 此时此刻 做原谅吗 男生 会在这个现场 做他的道歉吗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请开门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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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